這裏是人造人喜劇萬書第五十三集 耶~~ 我人在新竹的一個桌遊店 沒錯 會來新竹桌遊店呢 是因為我昨天演完了自己的 九歐九歐奇幻對決的半專場的新竹場 所以隔天馬上來錄音了 所以我今天訪問的對象就是 Yeah Gino啊 Yeah Gino 就是我 貫徹本節目訪問不紅的人為主 沒錯 我覺得訪問不紅的人才有意義 因為我每次覺得一開始在想的時候 只是因緣際會我先訪問尋孝堂的人 因為比較熟啊我自己個性算是很內向 可是後來訪問開始六個人全部訪問完之後 我就想我接下來要訪問誰 沒人可以訪問了 沒人沒有熟人了 糟糕 不如把徐教授擴建 變成二班 二班 所以才有傲笑聯他們 那個時候是有這個想法 我們享受那個 就是小朋友團二代之類的 然後後來覺得 開始要訪問別人的時候 就有很多不同路線 要先訪問紅的嗎 當紅的嗎 衝破流量嗎 可是我覺得有流量的人他們已經有自己的平台啦 對 幹嘛來我這裡 對對對 他們來我這裡的話是我蹭他們 但是我又想到有很多很不紅的人 其實很需要曝光 我能理解 對 所以我覺得那些訪問不紅的人好了 我覺得你們都很不喜歡 你跟OK很不喜歡蹭人 對對對 因為很丟臉啊 很丟臉啊 就是你蹭了紅的人之後 你到底要拿什麼東西去還他們 你根本沒有東西可以還他們 對不對 錢嗎人家不缺 流量人家不缺 你只剩可以賣肉 說不定有人缺 我覺得紅的人不會需要我們這種肉 我們這個肉有點太 我們這個肉太硬了 我們是那種黑毛山豬肉 靠北 這個比喻是怎麼回事啊 不好吃啊 就真的沒有東西可以還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很不好意思跟別人 跟紅或有資源的人 要東西或要流量 沒錯 要了之後 一輩子當他們奴隸嘛 之類的 多害羞 我常常 我四頭喜劇在辦的時候 就是邀請一些大走來 就是用這種 算的法 算蹭嗎 也算是 用一個人情 人情的概念去 情樂嗎 對 誰誰 既然喜劇演員有誰情樂去賣專場 那我就不知道了 耶 沒有 算 算是一個 我覺得 講難聽點 我覺得就是 算是利用他們 對於喜劇 這一塊的熱忱 然後 來請他們來新竹表演 這是講難聽點 但是 沒辦法 因為我們這喜劇場地 我們能給的不多 我們就希望說 我盡量 像我有 喜劇公車嘛 那我就 再來回 讓他們盡量避免 少了很多麻煩 好的 這一塊可以等到你下集再講 我們第一集 先來介紹Gino這個人怎麼一回事 好的 好的 Gino接觸喜劇 兩年多嘛 兩年多 那你一開始是 從哪裡接觸到喜劇 從哪裡接觸到喜劇的 其實這個是我從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就是 柏恩大奶薇薇 就是有 第一次看到說 2008年了 欸台灣也在做TALK SHOW 然後我之前也沒有 接觸到國外喜劇的一些 影片 那但是就是 第一個接觸到TALK SHOW的話 有印象就是柏恩 然後直到 後來 後來柏恩 這個影片爆紅之後 後來又有那個 龍龍對豪平的頂尖對決 那時候才對TALK SHOW的人 有更深的印象 嗯哼 那直到那時候 那時候有一次 我讀 護衛科大的嘛 護衛科他 當時有邀請 學生會有邀請 黃豪平來演講 對 然後當時我在看龍龍頂尖對決的時候 黃豪平的段子 我覺得蠻有印象深刻的 所以 他來演講的時候有 就是想說 欸 他既然講到一些類似TALK SHOW 或者是他的人生經歷 嗯哼 我覺得就 對我來說 有蠻大的幫助 嗯哼 然後最後來就想說 欸 那我就 呃 之後 之後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講講看脫口秀好了 嗯哼 然後就是想試試看 那當然 也不壞乎是因為就是 我大學有玩銀隊 那銀隊有 有 那個 要做一些表演啊 要做一些表演給小朋友看 那小 小朋友都是國小生 很好都樂 然後我就 我們也不知道寫那個什麼 幹部的劇本 就是那種 演員我們要演一齣戲 然後我台詞大概只有三句話 好 我演了差不多十分鐘 我演了超久 為什麼三句話可以演到十分鐘 就是一直加戲一直加戲 哦好 然後好像有一 有一次有一齣戲要唱一首歌吧 嗯嗯 然後唱一首歌就是對嘴歌 然後我原本say 好像就只有say大概 一分鐘吧 好 被我演成四分鐘 然後一直去加戲 然後一直去跟 那時候唱煎熬 嗯哼哼 然後扮演一個就是 男生唱 就感覺很會唱歌的 我完全是對嘴對嘴這樣 然後就是小朋友 那小朋友大概兩三百人 嗯 然後我就去那個 他們圍在一圈嘛 然後我就去那個 去那邊握手啊 就像演唱會一樣 小孩子看很開心嗎 開心開心 那很好那很好 那只要在那邊嗨嗨一下 他們就很開心了 嗯哼嗯哼 那所以也是那個銀隊的時候 才知道說 欸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不是活動企劃 我是算是活動表演 嗯哼 對那我就想說 欸那我就 大學畢業就試試看 然後來到新竹 嗯 然後新竹之後就 欸你是新竹人嗎 欸沒有 我是新北戲子人 喔那來新竹怎麼了 來新竹工作 工作 因為我 火衛科大是機械系工科的 所以來新竹工作的話 比較找得到 對比較找得到 而且他的薪水水平會比較高 對合理合理合理 然後後來就來到新竹 然後來到新竹之後發現說 欸去上網查一下脫口秀的一些資訊 結果就找到說 欸新竹有在準備要開始辦了 嗯 OK跟Lukas 嗯 然後他們有想要辦 然後第一場我就怕怕的 我想說欸那個就不知道脫口秀什麼環境 喔你是來卡德堡這裡看的嗎 對就是卡德堡 卡德堡這裡就是很小 小小場地那時候才 二三十個人 二十幾個 因為我第一場有來 對對一字 然後十幾二十個 最多十幾二十個 然後觀眾好像才三四個 超級懷念 三四個那時候來 然後我們記得大可愛你也有下來 第一場的時候 然後就我在那邊當陰空 我在那邊就是 喔我就是陰空 對我那時候 就是跟Lukas說 因為我以為就是大家都很有經驗的表演者 好 我就怕怕我想說 那我就當陰空去 揣摩這樣 揣摩看一下大家的狀況如何 結果後來OK 後來跟我講說其實 你可以直接上來沒關係 就是他們要求沒有到很多 對那一場是這樣子沒錯 會講話就好 對會講話就好 對會講話就好 大家還在一個 真的是那時候 除了我跟大可愛以外 其他人都是初學者 就是初到完全不會寫笑話 就覺得好像只要上台講有趣的故事 大家就會笑 可是那時候實際上完全不是熱狀態 但是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單口有趣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會想講有趣的故事 然後這也是一個單口的原型吧 對對 所以也是還蠻感動的 那現在四頭寫劇還是有這種人出現 喔喔 那是初學者最有趣的時候 還是一朵就是小小的嫩芽 那那時候你第一次看OpenMind嘛 那實際上第一次上台講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喔那時候 那很好笑 好好來來說說 我自己 我自己 很有自信的 然後寫出一段 很有趣的故事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去 那時候OK 還有一群人 然後他們 一起討論 然後來福吧 然後看我的本 然後就是說 我可以先 我先唸給他們聽 結果唸完 唸了三分鐘 我們都沒有反應 正常 一開始都是這個樣子 一開始都也不懂齊劇邏輯 對 然後像董一樣 我覺得你現在懂 你只是不知道怎麼做 大部分人都是這個樣子 對 也是也是 然後那時候就是唸給他們聽 發現說 欸他們沒反應 然後後來 那個時候劇城 找我們去辦脫口秀 好像是盧卡斯那邊結洽的 有一些關係在 然後有接洽到劇城 劇城要請我們辦脫口秀相關的表演 然後 那個時候 因為算是一個比較大型的open mind 然後最後再加幾個大軸 然後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open mind 我就有報名嘛 然後那個時候 觀眾是200多人 很誇張的open mind 好扯的open mind 新竹沒什麼娛樂活動 然後劇城 現在還是沒有娛樂活動 現在 也算沒有啦 那為什麼不來看喜劇呢 沒有 還是有慢慢推 但是就是 我覺得推的不夠的 應該說 我們 沒有廣告文宣 然後 基本上就是 一起去 一直去社團那邊推 現在真的cola相傳什麼的 對 那只是cola相傳朋友介紹啊 等等的 那個速度還是偏慢 速度很慢 大概二三十人 如果我們一場兩三百人 這樣推播速度應該會更快 嗯哼 沒錯沒錯 那時候劇城 那時候找我們辦嘛 然後 我那時候就去 參加了 然後參加之前 我就唸給OK他們聽 那OK他們就覺得 喔 還好你回去修一下之類的 然後想說 好那我就修 然後 他們也叫我去試open mind 那當時open mind 新竹沒有 然後我想說 咦 我去報名卡米地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準備了很周全 好 自以為也周全 是是 然後 那時候夭夭 嗯 在很之前 有我去看笑報賣 好 所以我認識到夭夭 然後夭夭那時候跟我講說 欸如果我要上去的話 他就把名額讓給我 因為他搶到了 好 然後他搶到之後 他讓給我 我就上去了 好我就謝謝夭夭 上去之後想說 哼 我有志情我要炸場 哈哈哈哈 是不是我在卡米地 就是大家 呃 那就是完全都不熟 然後就是 當然就是我第一次上台嘛 然後就直接緊張忘詞啊 然後吱吱嗚嗚啊 那場還有很多大咖 那時候好像是 不知道什麼 就禮拜三很多人 超多大咖去的 然後有豪平 賀瓏 凱莉 我忘記沒有了 小歐 好像呱吉也有 忘記 就是很多大咖去 然後我就 那時候表現竟然不好 然後 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還有觸迷 跟我同台 好 超屌 那時候也是 因為那時候很印象深刻 因為他跟我同台 然後他到現在 就已經幫隆隆開場了 對對對 非常厲害 然後那時候就是 直接出二 然後直到 那時候下來之後 喔那時候 下來的時候 我就 就是難過嘛 然後一定 一定這樣就是 我他媽超有自禁的 喔結果幹 直接被打回來 然後那個時候 五分鐘冷場下來 後來 找到班尼 恩 因為那時候班尼 就是在旁邊 我想說我就問他 問他就是一些問題 恩 他又給我一些指教 恩 所以算是第一個給我意見的 就是班尼 哇 也是我覺得他是喜劇圈暖男 是是是暖男沒有錯 哈哈 很樂於給別人意見 新人是剛開始的時候 對他很樂於幫助新人 恩 那你最喜歡的喜劇演員是誰呢 國內外的都可以 國內外的 是的 國內外的最喜歡的是 類別很明顯 就是賀龍啊 恩 然後中國叫劉洋教主 恩 然後 在國外的話就是 Kevin Hart跟Joker 那你喜歡那種表演很 對對對 很那種 深蒙有力的 深蒙有力這樣 對 其實 呃在剛開始的時候其實 呃是喜歡豪平那一種 也不是說豪平不好 嗯 其實你是喜歡 一開始是喜歡講道理 說一些 風趣幽默 然後生活類型的 恩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說當時抓不準自己 到底喜歡的東西什麼 就有可能是每個都try try看 好 然後但是 有一次賀龍來這邊 呃新竹做try out 好 好像是 才不理你的try out 然後他來這邊try out的時候 我在這邊當工作人員 然後我就看完他的表演 我就發現說 欸 當時同台的是龍哥鋼群跟賀龍 嗯 然後龍哥鋼群 沒有說不好笑喔 嗯嗯嗯 但他們就是文本就是 就是 就是很明顯就是一個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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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全部拼湊在一起 也是好笑 對 但是我看到賀龍就 有差 有差的原因是因為 賀龍他有加一些 表演拍的動作 然後再加上他的 情緒的渲染力很高 對 所以他聲音高低起伏 表情變換很多 所以 基於這種狀況的話 我就會發現說 欸幹 他好像講了三四十分鐘 忘記了 但是他講了很長時間 我卻沒有下車 嗯嗯嗯嗯 完全就是一直注意到他的表演 嗯嗯 然後期待說他這個動作是什麼 就算我知道他 他下一句話的 講出來的話是什麼 嗯 但是他前面的鋪陳 會讓我很期待這句話是什麼 噢 然後進而發酵 好 而且他甚至是 我暫時很印象深刻的是 他好像學一個女生吧 嘿 他學一個小女生 然後在那邊憋氣 才不理你有這一段 然後憋氣的時候 憋到最後的時候 憋到就是已經 沒辦法呼吸的時候 嗯 還要加一個 踏地板的動作 踏一下 光是那一下 然後進嘴一下 那個簡單的一秒鐘 然後就 觀眾都會爆笑 呵呵呵 我就覺得那個超有魅力 就是覺得說 你可以用一些掃掃的自己動作 然後讓觀眾進而發笑 嗯哼 而且又不像那種 就是比較冷面笑將那種 嗯 就我又十分專注於這個表演者 那這是你現在會向往的目標嗎 我覺得會向往 但是我覺得我卻 我覺得卻沒有做到 呃很很厲害 就是 沒有到一個 找到那個方向 嗯 我覺得現在能找到方向 呃這一代應該是 小蘇 觸咪 嗯哼 等等的 可是他們也不純的 不是那麼純的 表演 嗯 小蘇現在居多了 小蘇現在我看他本 蠻多 他的滑迅 滑迅他的 都是一些表演拍 喔滑迅那太誇張 那個滑迅太扯 怎麼會扯 那個滑迅怎麼了 我真的覺得 那個算很可怕 他他他他他比 我覺得有比一些線上演員的那個 他強 那那那 我覺得他可能 有一種 不知道欸 會不會是20年前壯壯就是那個樣子 喔真的假 表演拍華麗到一個 讓我覺得很震撼 對而且 他我覺得 剛剛好 嗯 就是有一些人表演拍是多的 嗯 但是他我覺得他的表演拍是剛剛好 嗯 而且又是打得蠻精準的 對對對 對那只是剛好那那那場就是 有點稍嫌可惜 有地方 小舒適 不過整體來看的話 我真的覺得也更震撼 嗯我我看了覺得 我真的嚇 我之前看過他 他講open mic的時候我就覺得這人爆幹扯 他講open mic的時候我覺得段子已經非常的完善了 然後表演的又很流暢 對 可是他open mic跟昨天那個新人葉拿出來的東西又是完全不同走向 對 對啊 open mic他也是比較偏文本 對 比較有結構系統上面的 可是新人葉那已經是完全是表演流 然後用非常棒的表演來講幾個故事 但是動作跟台風完全是超好 真的有點鬼 我是覺得很可怕 後來那個時間我有跟巡校堂的人討論 就滑絮這人怎麼了 他程度不是正常人欸 那個人是妖怪 然後後來發現他是 他其實是劇場人而且蠻資深的 他演劇場的經歷大概跟六塊差不多 哇賽 就是一個超級久的劇場人 我以為他是只是編劇幕後而已 就是他也是劇場人 他也是劇場人 然後也是編劇 然後還得過什麼文學獎 然後還是戴開城的徒弟吧 就跟戴開城學的落語 所以他一生都是技能 他作為演員那一部分的技能已經點滿了 那我要請他來新竹教課好了 對我覺得還蠻可以的啊 他一定可以教學表演課的東西 好猛喔 所以這人非常優秀 華絮 戰力喜劇的華絮 這是他的粉絲眼 大家可以去點 奇怪 這不是我要錄一棒 看的話真的會很震撼 很厲害很厲害 而且華絮他之前 我跟妳有同感原因 是因為我之前在四周喜劇的時候 他有來四周喜劇創四段子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已經很厲害了 我根本給不出什麼意見 因為新人的話我至少還能給出一些些 比較淺薄的建議 但是他我給不出什麼意見 就是他已經很完整 但是那時候 一下蠻深刻的 但是也沒有到那麼那麼深刻 因為他就想說 他文本就是 一樣就是當時是文本主力 但是他表演加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結果 在那一次 我很久沒看他open mic了 直到 前幾天那一次新人週末夜 噢 幹 很扯耶 灑爆眼 完全風格變得 變得完全不一樣 對 很厲害 很厲害啊 嗯 某的 對 表演排就是那麼有趣 好的 那再來是想問說 Gino據說以前是排球的主播 嗯 那想問一下你作為主播的經歷 對於你自己的喜劇表演或主持會不會有影響呢 呃 其實 老實講 排球這一塊的話 是我在脫口秀做做做做做到 做到半年一年吧 嗯 然後那時候企業排球聯賽就 在跟素人排球播報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在大學時候打排球 然後就參加戲隊校隊 好 然後 也就是認識了很多排球界的人 嗯哼 在當時的學校 所以我就學校當時的戲季盃 比賽 決賽就找我轉播 因為我在旁邊 觀眾其實太吵了 嗯 然後把我拉下來 欸你閉嘴好不好 你可以下來講嗎 然後我就 開始試 就是當時就是轉播 然後去 就是 像那些就是我認識的 認識的人 然後就有那種播報方式 嘿 然後那時候有經驗之後 企業排球聯賽 這個算是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辦的 最大的排球賽事 嗯 然後他就在找我 去 找素人去播報 好 我那時候被選上了 因為我有經歷 然後那時候在經歷做做做做做做的時候 嗯 其實你要說脫國球這一塊 我覺得 跟排球有相關嗎 有 嗯 嗯 有相關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即興成一塊 要很強 嗯 就是 看到什麼講什麼 看到什麼講什麼 但是 我前面的狀況的話就是 照本宣科 就是他們有一些規則流程 然後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他媽上面都是老人家 老人家專診 然後反正他們現在應該不會聽這種 不會喔 我們在講這種東西 老人不是這種 來來來 媽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秘書長 喔 老人家 因為老人家其實 我其實 蠻不喜歡一些 保持苛舊的那種老人家 他們很喜歡傳統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那個秘書長他又是 他是在位30年了 好久喔 就是有些球員是從小 然後當體保生 然後 秘書長你好 然後長大的時候 當教練的時候 秘書長你還在這 哈哈哈哈 就很誇張 好 那個秘書長他已經在位了那麼久 然後就是 他的制度其實都 我覺得 當然不能說他沒有功勞 就是他還是有把 排球協會慢慢的變好 好 這是肯定的 但是他的我覺得 如果讓年輕人來做的話 或許 或許 會有更好的一些 更快的成長速度 然後會帶一些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像這次的 像秘書長 就是 因為我的播話方式 我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那種照本宣科的 因為他們就是說 誰發球得分 下一位發球 然後 哪個球員得分 所以照本宣科就是 真的是 球員做什麼 你做什麼 類似 B選手 喔 發球 B選手 接了 打回去 C選手 又打回來 這樣子很單純的東西 對 蠻單純的也是 或者說暫停 然後 暫停結束 然後哪一隊暫停 哈哈哈哈 幹 還沒合力 對啊 喔 看不到球 他只好用單純的聽 笑容奇一定覺得 Oh my god 還有比賽好精彩 腦中都有畫面 幹 對對對 那時候我就很不喜歡這種 你說的蝦子沒錯 然後就完全沒有什麼創意感 對 所以你會喜歡什麼樣子播放風格的 所以我當時 我當時後來就 就有變 因為我當時就很不喜歡 我想說 那我就跟我大學時候一樣 就去 開球員玩笑 但是殊不知 開球員玩笑 他們就因為 不熟 然後再加上大家 其實 他們對喜劇觀念 就是 根本沒有喜劇觀念啊 就覺得你在嗆他 對對對 他們沒有在喜劇圈待過 那就 就算是正常人 那正常人 我在路上我也不可能這樣 隨便對你開玩笑 對 而且我就是陌生人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他們就會有一點反感 然後甚至 重點是他們在球賽 會被你影響 對 他們會有情緒影響 是一個 會在場外講垃圾話的球員 我剛剛聽 我剛剛聽那個喜劇圓口 那個阿秋 他就說他們三人組 在打 在打戲來的時候 是雪人三人組 然後就是 在那個板凳那邊 那個坐著 然後就是 在那邊噴垃圾話 欸欸欸欸 進球阿欸 轉球阿 這 幹糟糕沒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排球的時候 也是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 去開 開球玩笑 因為有個球員叫 好他不會聽 就是李妮希米 他是一個 好奇妙的名字喔 他是一個外國人 然後來台灣 他是黑人 我忘記他在哪一國 他來台灣就是 在台灣出生 然後爸媽就是 都是外國人 但是也在台灣 所以他是從小在台灣出生的 所以他有很流利的中文 還有台語 那李妮希米的話 他 因為他四個字嘛 李妮希米 然後有一次 反正有個粉絲 就是 找到一個粉絲 然後那個粉絲 我就 在那上面 拍李妮希米的 跑馬燈 拿著跑馬燈 然後我就說 欸 這是李妮希米的粉絲 西米露 什麼東西啦 其實 問題是不好笑喔 喔原來這樣 那真相不用講了 沒有沒有 因為 在那個環境裡面是 其實就是 不是一個喜劇環境 所以 當有人講這種幹話的時候 而且重點又是在那種比較傳統的播報方式 所以當有人講這種幹話的時候 其實 現場觀眾是有一點反應的 喔 對 這是 這是我能在那邊 稍微成功的一點 喔 但是 那個時候是有反應的 但是其實 台下球員就 不見得了 那時候有 後來有個裁判跟我講說 他那時候聽到你講這個 聽到我講這個 他就 看一下七米 他臉是不是垮掉 喔 所以 我覺得他有在意到 好 然後後來 後來也有球員跟我講說 就跑過來跟我講 三義的提醒 他就說 我覺得 你就播報方式 好好播報就好 因為他們從小就是這樣 聽這樣播報 就好好播報 那就是 不要加一些任何情緒化的東西 你會印象球員情緒 好 對 然後他也跟我講說 反正你也不好笑啊 喔 他講了這個我就火了 我就說 好OK 對你不好笑沒關係 我這樣要讓你們 難過 叫你們有點情緒化 那沒關係 好 那我就不開你玩笑 好 我就先不開你玩笑 然後 有個機會來了 我那時候第一場這樣做 然後 就被 稍微球員反映 然後後來第二場 我在新竹這邊 新竹的 新竹體育館 就是工程師的他們 的那個 主場 然後我在那邊 那邊講 播報 然後我就用另外一個方式 那個方式就是 因為現場 排球比賽現場會有一個 大螢幕 那個大螢幕呢 就是 會 就是電視轉播的大螢幕 嗯哼 電視播什麼 那個現場大螢幕就播什麼 所以現場觀眾能看到大螢幕 導播tag的人 嗯 是誰 然後他們會做什麼反應 有一些球迷 很愛一些球員 他們就會 那個 拿一些跑馬燈 紙牌啊 然後說我愛你 我想嫁給你啊 等等的 然後 然後我覺得感覺有夠智障 我就想說去吐槽他們 所以等到 我在播報的時候 因為有個東西是暫停時間 或者是甚至是他們 要挑戰 嗯 因為有跟球 壓線 是得分的 結果裁判說不得分 所以球員就開始 complement 就反應 然後就可以進行挑戰裁判的動作 我們就去看回放紀錄 然後這個時間就很久 因為剛開始那時候才剛開始執行 所以那個時間就蠻久的 那就乾在那邊 只放一個背景因為我覺得超乾 因為我做 當時是做喜劇 我就覺得很冷 很冷 忍受不了那種就是空拍的現象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就講講話 因為麥克風我還在我手裡 我就看到有些球迷 他就說 很愛一些球員啊等等的 然後或者是 他們就念那些牌子嗎 你就念那些牌子 對我就念那些牌子 然後去吐槽他們 然後就有一個人說 這樣說好吐槽 你好惡毒 好像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球員跳很高 然後他說那個 只要是球員叫高偉成好了 他說他叫小高 他說小高航空 我愛你 對他就講航空我愛你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當空服員嗎 之類的 就是講一些幹話 那他們就會發覺 欸很奇妙 因為 一般導播不會這樣跟你做互動 然後你的跑馬燈他也基本上不會念 對 然後甚至 呃除了這個以外 去 呃開一些球迷玩笑啊 然後 甚至去開一些 呃在當時有一些球員 有些球員如果 在場上發生失誤 嗯 然後就是場面有一點是尷尬的那種狀況 也有可能用一些方式去 呃平緩那個氣氛 平緩那個氣氛 像 當時球員 呃有一些球員覺得 還不錯的是 有像有一次 有一個球員 他不小心觸網 觸網就犯規 這樣排球 接著算犯規 好 然後他們他一觸網 那個時候就很激烈的來回比賽 嗯 然後發現欸最後結束的球 我是竟然在 球員不小心犯了錯誤觸網 嗯 所以就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的情況下 我就突然幫我出一句說 網子碰到這個 小袋 那個球員叫小袋 好 所以就變成說 反向操作就是網 是網子碰到他 那其實不是 然後就有些球員跟觀眾就蠻愛的 就是因為當時的氣氛是很尷尬 那我用一些比較 俏皮的方式去化解掉 包裝掉 所以在當時蠻多 蠻多一些球迷 呃也是當時蠻喜歡我 我在新竹場那時候就是 直接控場 嗯 炸場 我在一個兩三百多人面前炸場 蠻好的啊 然後就是 剛好也新竹場那時候的觀眾 其實跟我這種播報員 其實很近 所以有 有人是那時候我 就是那時候太遠了 我看不到 然後我想說 喔這個男生 然後結果我說到這男生 結果發現說 這個觀眾就開始嗆我 欸他女生啦 喔 然後就有這樣的比較 近距離的互動 然後也 就是在那時候 有一些 像導播那時候 還特別注意到我 所以 在 他們有一些 那個 有一些人他就會說 欸 在我前面播報 蠻有趣的情況下 他們會再 放跑馬燈 然後說 導播你好有趣之類的 喔 就給我一些鼓勵 然後 當 如果當一些 鏡頭 tag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空台的導播他就直接切到 叫另外一個攝影師在拍我 所以我有因此上過 上過電視這樣 喔 就是那個拍球轉播的電視 就是其實也是一個 蠻難得的機會 嘿嘿嘿嘿 大概是這樣吧 好欸 那聽起來 反而是你對喜劇能力有幫助到主播 嗯 但是主播的經歷對喜劇能力好像沒什麼幫助 主播的經歷對喜劇能力 我覺得 算是沒什麼幫助 應該說 相輔相成吧 或許可以這麼說 因為 現場會出現很多球員一些 像比如說剛剛說失誤或狀況 然後我就會 我就要臨時馬上想出來 好 因為時間過就沒了 好 很多很可惜就是 當下我沒想到 但我之後突然想到 好 超可惜的 就是那種激進反應能力要很快 對對對 對 那種要去創造說 就是類似大喜利那種感覺 嗯嗯 就是當全文假是跌倒 嗯 那跌倒為什麼 之類的 然後為什麼會跌倒 我就去創造一個 一個有趣的啊 嗯 然後去進而 逗觀眾發笑 你有寫過排球段子嗎 我還沒有 超適合寫 超適合寫的 我剛剛聽了覺得欸完全可以寫 完全可以 超級可以寫 可以試試看 對對 那當時還有一個就是 呃我自己 我自己把那個排球 排球轉播那個 場地 我就找他打open mind 就 就 幹這個超可怕 你是不是欠罵啊 幹這個 這很可怕 兩三百人的 就是 觀眾 然後 心理壓力 我自己會有心理壓力 但他們我覺得還好 他們不會覺得我難笑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在一個喜劇場合 喔對 但如果有聽到 賺到 如果沒聽到那就還好 這樣 那我那時候試幾個 就是 呃有球 好像球落地吧 因為 排球很容易出一個狀況 嘿 三個人 三四個人 眼睜真正看著球落地 就是不知道誰要接 那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覺得當時異形的關係 我就說 喔 球員要跟球保持1.5公尺距離 這防疫距離之類的 這當時好像有種 但是沒種的時候 我就直接低下頭 不要不講話 超尷尬 超尷尬 我覺得聽起來不錯 好玩很好玩 就是 有一些甚至 我覺得超齒的 齒度很大 然後 我覺得 還是不要講好了 還是一直忍到 就是過了一季吧 然後我都沒講到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 兩邊 即興劇 跟 像單口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運用到 在排球轉播上面 還不錯不錯 蠻有趣的故事 那接下來想問 常常在臉書上看到GINO 到處瘋狂留言 到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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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陣子雖然是很誇張 哪一陣子 哪一陣子 好像一個月以前吧 就每個喜劇演員 只要發文底下 都會看到你去講話 然後 因為臉書會推播 然後就會覺得 你又在靠北排球 之類的瘋狂留言 然後會想問 為什麼你那麼喜歡留言呢 好啊 然後他們來平反一下 來啊來啊 沒有這什麼平反的 你就算很喜歡 哈哈哈哈 不知道平反 哈哈 就為什麼嘛 喔 其實這 有幾點喔 就是 留言這一塊呢 像 我會這樣覺得 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的初衷就是 有一些人要推東西 喜劇演員就更難推 那他們一推的話 我覺得 我現在喜劇演員 就是 除了一些會行動行銷 基本上就是 只是把東西 做成影片 影片再丟上去而已 對 但是推播的那些方式 跟 一些手法 其實都很粗糙 嗯 就我覺得很多東西 就超好的 就是這些影片都很好笑 但是 其實 它一直推不出去 演算法不給推啊 不給 也是不給推沒錯 但是我覺得 還是我們自己沒有努力 嗯 就是我們自己沒有去了解說 這個要推銷的方式 沒錯 對那 像我在當時我看到 假設一些喜劇演員 會在PO一些宣傳文 或者是一些 他們的影片 嗯 我就在下面推推 會講一些幹話 嗯 會直接把那個導流進去 哦 我當初的想法 當初想法也是有這樣的 一層的關係 因為 就喜劇演員很難推嘛 所以就只好這樣做 然後 除了這個以外 對 留言會增加那個 演算法的 推銷的 比率 你知道歐爺他 研究這研究法 研究 超可怕 哦是嗎 他研究超細節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 有一次 晚上的時候他打給我 然後打給我 然後 可能只是因為他想講話 哈哈哈哈 是這樣嗎 他就 Gino長話短說 然後講一個小時 哦幹 好 那時候他講那個東西 是演算法 他研究FBA演算法 還去上課 他說 他講到一些蠻細的東西 像 你看他PO文 他絕對不會 在PO文裡面 呃在說什麼 售票連結 售票 賣票 售價 等等的這種字眼 因為 FBA演算法會認為 這是交易 哇靠 所以當時認為這交易的時候 好 你這個東西就不會推出去 哦好驚人哦 超驚人 他這樣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這樣講 我覺得 我在四頭喜劇的粉專 在經營的時候 我就有類似避免掉這個 這些字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 他的文章 你會發現他在推一些 他的售票的時候 他們沒有付連結 對 他們不會付連結 他就在留言區 他也不付連結 那當時我就很好奇 我當時就是去 有去留言去靠背說 欸老師你自己都沒付連結 然後老師就在打哈哈講 但是他當時 在打電話的時候 我在聊 他講到這一塊他說 他不是不付 而是 如果你付連結的話 演算法他們還是會知道 你用這樣的方式規避 對 所以 你的那個 觸解率會很低 對 他有這樣跟我講 好 這兩個我印象最深刻的東西 對 因為不能講售價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怎麼用 什麼樣子在發文時候去避免 因為難免會提到 這個是關鍵資訊 還是用錢的圖案 這個我就 我忘記是不是售價還是 就是我忘記有沒有那麼細了 但是就是 他的做法是 我記得是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搜尋YT的一些影片 如果他宣傳 那比較多宣傳他的影片 好 那他每次都說 如果有興趣 可以搜尋YT的影片 有新影片上架 但他不會付一些導流連結 我們有可能為了大家方便 我想說那我付連結 好像不知道多好用 剛剛用我覺得還可以 好 再來看看 所以你就是為了導流 來挑戰演算法 然後瘋狂留言 對就是 其實 這是一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 我在進行四頭戲劇的時候 算是一個 我覺得像 我們現在算是一個 比較不健康的方式 就是邀請大舟來 是啊是啊 對 邀請大舟來 然後就是讓我們 呃 的觀眾人數 至少能 持續的就是維持住 嗯 那基於這種狀況的話 我要認識 我要認識人 然後再來OK其實 OK他其實就是很忙 很忙的情況下 他不可能像我這樣做 所以這種東西後來 反正我接到負責任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去 我們去 邀請一些大舟來啊 那邀請大舟來的時候 勢必我需要讓大家認識 我這個人 是誰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就去 看了什麼就留什麼 之類的 那這些當然就是借口 就純粹就是我愛留而已 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就是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我想到什麼 就回什麼 對就只是 我覺得也是單純這樣 但是我覺得 欸不只我吧 小蘇 唐莫 他也超愛留的吧 我就不懂 我只針對我 當然有可能我留的 真的比較多 真的蠻多的啊 但是我覺得 算之前吧 之前真的留蠻多的 然後後來就想說 有點累了 有時候上班 有時候上班就是有點忙 嘿嘿嘿 然後上班有時候 有點忙 然後看了之後 看訊息就是 因為我們我進無城市 還我不能帶手機 一下班我才能帶手機 然後一看的時候 那個訊息 有一些人tag我 然後就是 又跟我互動三小的 喔喔喔喔喔喔喔 還有一些人是說 我在各個群組都出現 高雄群組有 即興群組有 然後 Comedy 或是什麼Xissue 等等的都有出現 然後 所以有可能也是因為這種 我在各個群組出現 然後就在各個FB留言 所以才讓 大家才覺得我很吵吧 我覺得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樣 好好 因為太常出現了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演算法一直 謝謝演算法一直推播 你服務演算法 演算法就服務你 對對對 好可怕喔 真的我覺得蠻可怕 那FB的 我當時我覺得 那個粉絲專業真的超難用 然後他就是很 很商業啊 就你廣告你要 然後你要下廣告 你有可能還是 還會被看見 對 甚至還有可能還是沒被看見 對 還是不會有了買單 這也是很常見的事情 臉書真是辛苦啊 還有就是 還有一點 我留言的原因是 其實 在我 靠外排球 排球那一塊的話 其實就是 那個跟喜劇就 沒有太大關係 因為排球那一塊 我算是被 協會封殺掉了 對 就是因為我 因為太嘴 第一個太嘴 老師也不喜歡 他之前說我會脫離主題太久 喔 然後風格太開放 好 對 基本上我每次跟球員開玩笑的時候 開玩笑開玩笑 然後 開玩笑在場上開玩笑 結果廠下之後我就 跑去跟他們道歉 但他們通常不會 通常是不會介意 好 對 也是有一些球員有一些 喜歡脫口秀的 所以他們就知道我這個風格 就蠻喜歡我 就是打成一片 這樣 那當時 排球這一塊我被封殺住了 嗯 那我就想說 欸那我在排球圈其實 已經有稍微 有一些觀眾知道我了 好 對 那我想說那我就 剛好看到靠北排球的這個東西 嗯 我想說欸那這個靠北排球 好像也蠻值得 去試段子 嗯哼 其實有一些 考量排球圈其實大部分你看到我 有一些是在試段子 哦好 對就是去 針對那個文章 然後去寫一些 我自己有好笑的笑話 好 那有時候有中 有時候沒中 沒中的話 偷偷把它刪掉 嗯 好 欸這個剛才過了那個30分鐘 一小時 都沒有按讚 都沒有按讚是不是 木木把它刪掉 嗯 超可憐 然後後來 那時候有一些有中的 然後就 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就是大家的戰術就是覺得 有點好笑或總肯的 嗯 所以就是有這樣去練 那當然就是也有因為這樣 所以有一些老師才注意到我 嗯 還有一些排球界的老師 因為他們 我不知道排球界很無聊 就是有一些球員 他們雖然台妹上沒有出現 但是他們一直都在看靠北排球 哦 哈哈哈 然後就是 甚至有一個 蠻知名的排球選手說 欸我覺得 你在排球圈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嗯 然後我就幹三小 嗯 靠北排球才一萬人以下追蹤粉絲 你說我有影響力 嗯哼 我覺得蠻好笑的 反正他說我就聽聽而已 好 但是那時候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我的排球這一塊 才有被一些老師看見 有被抓去播報 好 就是去一些大比賽播報 嗯哼 那就是有一些機會 雖然那個大比賽播報也被靠北 他們說我什麼太... 就是說沒素養啊 水平文化地啊 都講髒話啊等等的 又不好笑 講髒話其實有點超過啊 對啊 因為那時候想說 試試看不同的風格 然後想說 我當時也沒有那麼注意 就覺得說那是我在比賽 在播報的時候真情流露這樣 但反正當時我後來想想你做錯 那很多人在嘴在講什麼 我就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比較好 好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可以跟大寶交流 因為大寶是瘋狂的那個足球迷 瘋狂 極為瘋狂 然後他很熱愛去看那種 運動酒吧 然後跟一堆瘋掉的外國人 一起看足球 在一起大叫 他一邊看他一邊播報 哦是假的 對對然後前陣子不是奧運嗎 奧運就是那時候男子羽球雙打 然後大家在卡米蒂就拉下螢幕 在看球賽 他在那裡開始進入播報模式 超好笑 他那種即興的播報球 的那種講的各種用字 我覺得超有趣 完全沒有髒話 但是我覺得超級有趣 對對對對對 但是我當時那個髒話算是 情緒流露就是 噢乾乾乾乾乾乾之類的 哦這種的也不 對 這種東西就是沒辦法 因為就是 不太適合在正式場合 對啊對啊 但是我自己一直在抓說 我線上 因為那是線上播報 線上播報到底要怎麼去做這樣 會非常呈現 對因為 呃其實還是有點抓不太到 因為我之前是現場播報 所以我能抓到觀眾反應 然後線上播報的話 我一個人我要自言自語 對 我要講東西 然後講一些 排球一些規則 或現場狀況發展的事情 那再加上 對我之後要跟大寶哥請教一下 對他那個很酷 喔唷唷唷厲害厲害厲害 他還是在周末夜的時候 開始中場休息 大家說現在開始 男子羽球雙打了 然後大家把大螢幕拉下來 我們就看個一局 看看 中場休息我們就看個一局 大寶在那一波寶 而且超級好笑 每一個字都是梗 這個真的可以問他 那太神了 寶哥即興本來就很強了 對他即興會用的字超多 就會覺得很有趣 好來下一題 就是Gino歷經兩年在喜劇上的努力跟被嗆 結果在前天終於有了 新人週末夜的售票場了 好感人喔 還請介紹這一路的新路歷程 新路歷程喔 對對對 歷經了多年的努力 努力了 然後上週末夜 然後被羞辱 被羞辱 幹 太羞辱了吧 沒有 新路歷程喔 對 慢慢來慢慢來 喔這個 這個 歷經兩個年內 應該可以分三擊喔 喔來呀來呀 來來來 每人想聽吧 三擊太長了 三擊太長了 嗯其實 因為兩年真的很久 我那時候講了 我講兩個月搜求的 我就問我要不要演週末夜 哇乾 可是那是因為有上課 所以他應該已經確認說 這個人至少是某些 基本的能力有打穩的 對對對 而且那時候還沒有進入 脫口秀的演員爆炸期 還在 爆炸起来的前一刻 我跟班尼入场 那时候还非常的缺演员 所以可能是抓到了一个 很缺演员的缝隙 就挤进去 对 所以到你这 我讲了两年才有收票 对我来说是无法想象 好久哦 这个没天赋的小表彩 练错方向了吗 练错方向 其实应该是练错方向 走错路了吧 我不知道 你可能挑了没有效率的方式来练 对 对没错 其实 呃两年哦 就是心路绿程其实 呃 对啊是什么要支持你这样子一直做啊 就很单纯很简单 就是当你都搭校的时候就有成就感 那成就感的时候就会觉得 哦很开心 对对对 就想继续做 嗯没错 对 那这一点 那其实 要说 假设啦 假设如果要说一个人之历多久多久 两年三年 但是其实他不是 真的花两年在做 嗯 他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想要下班时间一个小时在做 或者是表演前一个小时修个段子 嘿嘿嘿嘿 拿混之类的 对 所以你要说我真的要算是真的两年吗 真的有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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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心思在去准备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的这个态度还没有做到 嗯哼 对 我那当的态度其实就是一个 呃 想说玩脱口秀 业余的开心的 业余的开心的 嗯哼 当兴趣的情况下的话 我自然而然就是 呃如果冷场了 有可能就不会 有可能不会那么在意 就可能下次再来 或许是这样 嗯 那这也是跟我个性跟心态 我觉得有一点关系 就是我觉得对自己 对自己太好 哦哼 对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 就是一些个人的个性 在里面影响到 我说 哎我其实 在刚开始初期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到很在意说 呃就是我一定要变得超好笑 嗯 但还是希望 我还是希望说我还是希望变得很好笑 但是 最后想说慢慢来这样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就一路一路慢慢 爬就是 呃有些人推荐书籍 嗯 然后看一下 然后再去修修看段子 嗯 然后就获得一些笑声 那我就会很开心 嗯 然后再去就是 一些小小笑声 对我 就对我来说满足了 在当时 然后到后期的话 就开始慢慢 呃算是 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跑的话 也剩一年吧 哦哼 哦哼 一年前就开始 想要认真跑 我忘记发生什么神经 就是疫情刚开始爆发 那时候 大家就完全逐不出户的时候 对 对 之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 大家开始出去 但是其实后来爆发一段时间 大家出不去了 嗯 那出不去的情况下 后来结果 我到后面 疫情结束的时候 我就发现 诶 突然想要讲 哦 然后就开始一个礼拜跑一次 好 台北这样 就是去试试看 嗯哼 对 那有些人对台北认知 就是 我要上约台北就是 我一定要拿出我最炸 或是准备好 已经准备好完全的东西 嗯哼 毕竟跑比较远啊 对 但是 我自己 我自己在当时跑的时候 我其实是 嗯 我觉得 还有 我有学到的东西 我这个台北 这趟旅程就值得了 好 就是 每次去的时候 去试 就一定有错的地方 失误的地方 好 然后 我再去问其他人 因为每次当时 就是一直要问其他人说 我的这个东西 哪里可以改 哪里可以修 等等的 然后他们给我 蛮多意见的 我觉得 很受用 嗯 然后我就会带着 很 缺悦的心情回去 嗯 然后 当然心里难免会失落 因为毕竟没有逗大家笑 嗯 但当然如果逗大家笑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哦 这样好像没学到什么 哦 等这种 哈哈哈哈 太紧张了吧 哈哈哈哈 其实单口不过如此 哈哈哈哈 然后后来就 其实 到台北这一块的话 嗯 就这样一直跑跑跑 然后就学到蛮多 也是因此的这样 认识蛮多人的 嗯 然后也是 也是有一些人 就是 嗯 觉得说 诶 你也在台北出现 很常看到你 诶 那你怎么没上周末月 哦 也是蛮多人这样讲的 对 就是 其实对于我来讲 在刚开始的时候 不得不说我还蛮 呃 算是周末夜跟焦点吧 嗯 当时其实是想要整取看看 对对 但 就是我觉得喜剧员员都有 都有这个心 嗯 那 周末夜跟焦点 其实当时是周末夜先吧 我就想说周末夜想要 try try 看试试看 嗯 然后就一讲讲 然后每一次我段子大概有两三四吧 嗯 我觉得机具而易趋近于快完整的 好 但就缺一个大爆点 嗯 搜集我每次都说 这少了好笑的一点东西 对少了一个真的是 对你有印象深刻的 避杀忌 对避杀忌 有可能我笑话就是有可能好大家笑笑笑笑笑 中间的笑中间的笑 对然后就没了 嗯哼 然后就是搜集我会觉得说我还差点火候 然后我就想好想再修 嗯 然后再修 嗯 嗯 结果笑话有可能被我修烂 嗯 有可能修好 嗯 然后就一直在这样重复重复重复 好 就修了 就是如很多人讲 就是我一个笑话可以讲很久 嗯 但是我就是想说 试试看能用不同方式 修这个小细节 哦哦哦哦 修这个表达方式 好 修这个情绪 好 然后每个 这个段子我就用不同方式去做呈现 嗯 然后再去上台北市 嗯哼 结果我到最后的时候我有点疲乏了 嗯 就是这个段子我讲的已经没有刚开始的新鲜感了 对对对 都会这个样子 好吧那我就换个段子好了 嗯哼 嗯哼 然后直到印象最深刻是 那时候 Gym的校园巡回 嗯 他有巡回到母校 互惟课大 嗯 然后当时我想我想要去试试看争取看看 因为当时也有个段子 其实在二三或者是 卡米蒂 卡米蒂好像 也有 反正就是效果不差 嗯 也不差 我想说 诶效果不差的情况下 那我想说 试试看 再修看看 看能找出一个大爆点 然后再结合我之前就段子 之类的 结果 呃 就一直在修 一直在改 一直在修 一直在改 结果 到最后 我在校园巡回那时候 呃 就是没有争取到这机会 嗯哼 Gym给我的很多次机会 好 就是我还蛮感谢Gym的 就是 他其实还 我觉得他对校园巡回这一块 很开放给一些新人 或者是 中生代演员去 帮他暖场 嗯 就对于他的 对于能见度来说 跟一些经验 我觉得是有 有帮助的 嗯 而且他还要给配 嗯 我觉得这这点他蛮佛心的 嗯哼 那当时他 给我这机会 很多次机会去争取 他也 就是后来也跟我讲说 就是我们没法 答到他的 要求 嗯哼 对然后当时 其实有点 累了 就真的对于 单口其实有点累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 到校园巡回那时候 我已经快 讲一年多了 一年了 嗯 一年了 有一年左右 好 就我这样 基本上每个 每个月会 大概三四次出现在台北 哦 哦 就一直在拼 一直在拼的时候 然后就 觉得 就是好累 然后就是想说 让自己放松一下 嘿嘿嘿 就是完全不碰单口 好 然后就直接去 后来当初有即兴出现 因为我在当时 不论是排球播报 或者是在做单口 就有听到 很多即兴这一块的东西 我很想学看看 嗯 然后当时 东西德他就来开课 嗯 然后我就去碰即兴 玩即兴 就开始 放掉单口 然后一个月在玩即兴 好 对 然后后来就 呃 我觉得有让自己呼吸到 嗯 然后呼吸到之后 再开始做 单口的时候 我觉得就开始比较 我觉得 又有找到自己的 一条路了 嗯哼 就是那个风格就比较明确 嗯 就有出现说 诶 淘打淘血的风格 哦 然后就是 跟观众的反应 去观众丢结 如果观众的一些 观众丢上来的一些反应 对于我这些失误的反应 我再去做 打击 嗯 我觉得 在玩这个活动 在表演的时候 自然而来会进入一个主持的感觉 不太自然的 对 对 就有一种 呃我明明才感觉很年轻 但是觉得讲话有点类似 就是说刚刚笑语巡回 我让自己休息完之后 开始 渐渐的 我自己找到自己 比较偏自然的方式 很多人就给我正面反馈的说 跟你之前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说 休息真的是有用的 是的 是的 对 好 听了很多东西 那最后进入了新人售票场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啊感动呢 呃 对啊 其实还好 还好 就觉得 不过如此啊 这什么小场啊 哎呦 我帮博恩暖场 当主 赫隆踹药场 当主持人 帮其他新人造的啦 这什么小场地啊 我帮他们开场欸 我让他们好做啊 你以为那华旭品桥 什么兰恩 阿包迷路他们炸场是什么原因 他就是我开场开得好啊 哈哈哈哈 没有我开场开超烂 哈哈哈哈 降低期望值 可是新人周末又被羞辱 我前面还扑成说 哦我讲两年那新人啊 哈哈哈哈 麻烦搜寻又怎样啊 哈哈哈哈 在那边乱挑 啊结果 我刚开始前面的表现超差 哈哈哈哈 在讲新人周末夜喔 嗯 其实我到休息的时候 在休息那一段期间 嗯 然后 我渐渐的就开始 呃 不执着了吗 对我其实有点不执着 甚至我刚开始其实也有 在做脱口秀的时候 大家都说人色很重要啊 人色他妈超重要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完全没人色的 嗯 就是如果你刚开始看到我 好 我说的那些讨喜跟欠打 那东西是 我觉得我自己会称为第二人色 欸欸应该是第二印象 嗯 因为那东西是你 呃有一个人看段子的 你的呈现方式 那些等等的 一出现 然后你有可能说 哦我觉得你这个人 讲话看起来怎么样 好 讲话看起来好像很 很油 那这东西是 你讲话之后才出现的 我觉得成为第二印象 是是是是 你是你的段子表达的态度或个性 对 但是如果你要说人色的话 我觉得就是第一印象 嗯 外表就有可能像我就是年轻 嗯 嗯 嗯 然后我脸长 瘦瘦的这样子 像大根 嗯 瘦瘦的 然后或者像处迷胖的 或者大概胖的 这样子很明显的特性 我就成为第一印象 那这种第一印象 对我来说我太 没有这东西 对对对对 我根本没有 没错啊没错啊 但是当时我就找得很痛苦 嗯 然后我想说 刚才不找了 嗯 我就自己再去慢慢发展看看 然后 呃就就如同我 周末夜跟焦点的一样 好了 我刚开始就是很想要去 踹踹看 试试看 然后就想争取看看 结果殊不知我的 呃 我的 就是 还不到 还不到那火候 那 当然有些人觉得说 你应该上周末夜或焦点吧 那我觉得 甚至有些人评断说 周末跟焦点的评选方式 其实他们 不太喜欢 或者是甚至是说 觉得很奇怪 好 但是我 殊不知我觉得 我自己本人会这样觉得就是 我知道我自己的东西 真的还不到火候 嗯 还不够真的还不够完整 如果你要像看华旭品桥 跟蓝恩那些等等来比的话 嗯 我觉得我根本比不上他们 就是他们的 一些文本技巧 但虽然有 有可能我在其他地方有略生一筹 好 但是 最基本那些文本的 打底或者是甚至表演拍的一些张力等等的 我觉得我就做到没有比他们好 嗯 就是那些完整度啊 或者甚至段子的完整度 我觉得我到现在其实 还算是 稍微偷懒 抽四步 就是拼拼抽抽这样 好齁 有什么写什么 然后再去做段子的堆叠 嗯 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简单的状况 嗯 所以老实讲如果说周末焦点没有被选上的话 我到现在就觉得还好 嗯嗯嗯 当然就是 心里面还是有期望 但是我觉得这个期望值 我觉得就是已经有降低很多 嗯 这样是好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人还没有准备好 就上周末也有焦点的话 那是在害别人 啊对对对对 我也这样觉得 对对对对 啊当时 其实当时 所以搜酒在害你 哈哈哈 哦 新人中文夜 他妈怎么还没准备好 Danny要不要害你啊 哈哈哈 Danny 我上次8月 8月18号生日 那时候 焦点之夜8月 8月号的那个 嗯 我怎么没让我上啊 生日快乐啊 哈哈哈 没有 但是新人中文夜 让我接到搜酒通知 还有Gym秀的搜酒通知 说 我要不吃吃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覺得開心 雖然當然一定是開心 但是就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這東西對我來講說 真的老實講啦 我在四頭喜劇主持 幹主持好幾場了 數不清 然後再加上還有一些小嫌的商演 或者是甚至說 像我剛剛說的博恩插藥場 然後賀瓏的 然後隆隆的迷你場 其實我都有短場跟主持 所以這個舞台的經驗我覺得 單口喜劇圈來講 我覺得我算多 個人我覺得算多 所以在那種 如果週末夜又來邀請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是對我來說是很肯定 很開心 但是對我來講 上台我就還好了 就沒有到那麼那麼緊張 因為經驗累積的次數跟量已經到了 所以我覺得 嗯 還好 早晚會來 跟跑馬拉松一樣 你是要不停 十年後一定會找到 我有聽到一個很棒的一句話 就是 我忘記怎麼講了 但是他就說 每一個人的高潮點都不一樣 對 每一個人的高潮點都不一樣 有一些人是要六十幾歲的時候才開始 有一番成就 被別人看見 有一些人是努力耕耘了 就是大概十五 二十年左右 做單口喜劇做了很久 然後才終於開橋 對 然後甚至有一些人是 剛才出生的時候就有一個天賦等等 但是他就有可能之後吸毒走下坡 所以每個人高潮點就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 大家就好好做 我覺得這點也是 對於我這一段心路歷程滿大的激勵 嗯 就一直做吧 開心 一直做 好 最後想要問你 做脫口秀的展望跟目標呢 目標展望喔 對啊 展望的話其實 其實很簡單 就是很多喜劇演員都想開專場 我覺得這是夢想 這是一個里程碑 說實在是里程碑 那里程碑的情況下的話 我就覺得 真的是跟跑馬拉松一樣 沒什麼意義 但就是跑到那個四十幾公里的時候 心情會有成就感 就覺得一個人能在台上 鬥大家六十分鐘小 然後又不會讓大家下車 其實很難 但是我覺得很有魅力就是 一想到這個我就覺得 幹好屌好爽 然後甚至那個 大家如果知道Joe Koi 反正就Joe Koi 是 之前賀瓏在跟我講的時候 他說Joe Koi是 沒有紅的Kevin Hart 他超強 他的表演拍我就覺得超強 就是甚至 Kevin Hart這幾場我覺得 好像還好 最新那一場我覺得還好 對 但是Joe Koi的話我覺得 他的表演拍張力跟 跟他的一些 天馬行空的想法 跟那些聲音的運用 情緒的運用 還有對話的運用 跟一些表達的方式 喔幹那真的有夠鬼 就是 呃 就看Joe Koi也會覺得真的很厲害 然後再加上 呃他的專長 他實際有一個大大的 Joe Koi的文字在後面背板 對對對 喔那時候真的 那真的是我夢想的專長 喔 就超帥 帥到爆炸那種 我是覺得很酷 你以後要表演寫Gino 這種東西 對對對 希望我就是跳到不好下沒關係 只要有那個大看板 我就爽了 好 好 就是算是 我覺得很多演員的夢想 就是自己開專場 然後 然後 能支撐一個60分鐘的表 我覺得這是 對我來說 目前這個 比較長期的目標吧 對就是 雖然是個夢想 嗯 但是就我希望 不是只有夢跟想這樣 好 不錯不錯 聽了感動的事情 哭了 哭了 一路走來心路歷程 了不起 那我們今天的上集 就錄到這邊了 那待會下集 會繼續跟Gino聊天 那我們這一集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我們做一個好 我們可以看看 Тут有個好想要 那來 可以嗎 那來 我們會找到 那邊 在發音樂 背景 那邊 跟你們 有兩個 來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